威秀 那當然你看威秀不當鄰居了 為什麼華納威秀 威秀影城不跑去淡海 廢話我也想也知道 你算一算行情進不進得去 轉不轉得回來 所以這件事情又有造成客住戶跟建商槓上 因為有建案就是強調說威秀在樓下 這件事情 但是威秀明明就沒有來 來的是國賓 你會覺得就比較似一個等級的電影城 但國賓跟威秀都是影城 那現在還有更多的影城出現 但我覺得你們平常日就看一下 平常日生意 非常的好 當然淡海會比較熱鬧一點 可是我有淡海的朋友 平常日真的沒什麼人 大家都知道誰平常日去逛街 平常日我家旁邊的大園板人也不多啊 對不對 大園板人多的時候就平常日的晚上 美食街非常多人 樓上的那些購物 沒什麼人啊 想去吃就去吃啊對不對 而且現在還有那個Uber Eat跟Panda 我有一次還叫天好運 天好運在板橋的大園板地下室 然後我就叫著叫著 就來了 我都不用排隊耶 我還繼續做我的事情 然後天好運就來吃 多好 對 超好 所以威秀不當鄰居的這件事情 在淡海 新事件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就是對於投資客來說 傷害很重 等於是一刀把它割斷就對了 對啊 國賓能夠 可是其實說實在的啊 威秀縱使來了又怎樣 不過只是個電影院而已 他也不是什麼特別保證 他也不會保證你房價增值 不會 電影院房價絕對不會增值 如果會增值的話 西門町就是台北第一高價 地堡就蓋在西門町旁邊了 但沒有啊 電影院就是 就電影院啊 你還想怎樣呢